提到奇山的农特产品 许多人可能会立刻的联想到香蕉 虽然香蕉目前仍是属于大宗的作物 却因为价格的关系 有不少的娇农选择转做丝瓜 也让社区特色产业的营造 嗅到来自丝瓜的商机 我们就是差不多要采收 两天之后就可以采收的东西 瓜棚节食累累 新鲜等待采收 除了果实期待卖得好价钱 农民对自家种的农作物 能够怎么使用 自有一套农家秘籍 其实它的成分有一点零胶的部分 有一点黏黏像是零胶 所以感觉 植物的胶原蛋白 对啊 这好公公 他习惯 就是我们夏天在做的时候 他会把它削 然后擦在里面 就很像我们在敷脸这样子 阿萨里的切开 过了采收时机的丝瓜 直接涂抹身体 就是农民对抗艳阳天的法宝 利用丝瓜天然形成古早味的保养 当然少不了丝瓜水 我们差不多要有10亭以上 才有办法吸取20公升的丝瓜水 所以这个丝瓜水是真的很珍贵 真的 那几小时之后 12个小时 对 我们只能采收12小时 12小时以后的丝瓜水 我们就不用了 品质会比较不好 对 那个品质 然后进度就不一样了 采集丝瓜水是种植丝瓜之上农作物 附带的经济价值 然后我们就是从这边截取 它的根部上来 经我们是从这边截取 然后把它拉下来 露出胶带把它绑起来 像是丝瓜水的部分 是从地底下抽水上来的 正因为一株丝瓜浑身是饱 在祁山区吸引不少娇农 在香蕉价格不如预期时 选择转座 优质农特产 吸引联合社区 邻基移动 合力推广 本来是香蕉王国嘛 因为要紧张的价格 还要丢防叶兵 所以农民的转座 有的转座 芭蜡 木瓜 丝瓜 丝瓜算是比较大众 我没做以前农民都过了四年 就老头到家了 现在有做 对农民来说就解决有收入 算计 农民不是为了采收丝瓜水来种丝瓜 是采丝瓜料 还不刻意对外行销 只在其他社区来到联合社区观摩时 才会摆出来任君选购 却意外引发好评 一罐又一罐的丝瓜水 堪称是联合社区营造工作 筹措自有经费的隐藏版特色商品 感谢欧元周宇宏 采访报答 视频要是联合社区的 农民 多艺